不必困扰 因为他并不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 最让法险忧心忡忡的 就是这些历尽千辛万苦 寻求到的佛典经历 不能被他带回故国家园 正当法险为此发愁之际 一个偶然路过的西域商人告诉他 在遥远南方的港口 定期会有商船穿越大洋 航行到东方的中途 这个消息给法险带来了希望 他决定一路南下 一边继续搜集佛法 一边探寻回国的海陆 公元408年 法险来到位于恒河三角洲东端的 多摩里底国 即今天孟加拉国的塔姆鲁克 多摩里底国是古代东印度重要的港口 和水路交通中心 这里寺庙众多 佛法盛行 佛经典基和佛像绘画更是异常丰富 这一切让出道于此的法险 暂时停住了东归的脚步 作为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 法险有着惊人的求知欲 他在多摩里底居住了整整两年 每日抄写佛经 学习佛像的描绘 在法险的信中 这些宝像庄严的菩萨画像 是让中土僧众观瞻佛影的最好方式 佛像将会让所有信徒的心 更加平和 更加虔诚 而绘制佛像 也同样是一种修行 将信仰融入画中 让自己的精神 领悟佛法的真谛 心生种种画 画生种种信 新画不二者 即是如来神 公元409年底 以习德惠像之法的发现 为了寻找东归的港口 从多摩里底国搭乘商船 往西南方向航行 来到了印度洋上 一个以狮子为国号的国家 这里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在当地语言中 意为乐土或光明附属的土地 有着宝石王国 印度洋上的明珠的美城 印度洋上的明珠的美城